哈囉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超級狐狸先生這部電影 男主角狐狸先生 是個帥 聰明 運動又好的優秀人才 跟老婆女主角 住在人類的村莊附近 男主角的內心充滿野性 投放刺激的冒險 所以她常帶女主角 去人類的農場偷雞來吃 這天 兩人要去偷東西時 不小心被困在陷阱裡 女主角就告訴她說 人家懷孕了 要是我們能活得出去 我希望你能換個安全的工作 男主角一聽 高興到臉都變形了 要當爸爸啦 之後兩人就拼命往下挖洞 終於在人類發現他們前逃之遙遙 很快的 兩年就過去了 男女主角生下一個健康的兒子 艾許 並住在一處山丘的洞穴裡生活 男主角也改行成為專欄作家 幫新聞寫寫文章來賺錢養家活口 不過她的內心 始終忘不掉 過去精彩刺激的冒險生活 一直很想要再冒險一次 某天 想要有一點改變的她 就打算先從搬家試試看的 挑了一間山丘上的巨大書屋 她的律師 歡 則勸她最好不要買鈉 因為她的鄰居 這三個惡名昭彰的農場主人 分別是阿基 有全世界最大的養雞廠 阿兒 經營鴨廠和鵝廠 以及阿平 經營火雞和蘋果釀酒廠 這三個人的評價 是邪惡與卑鄙 她那麼當鄰居 可能哪天就出大事了 但心意已覺得男主角 就不過歡的警告 馬上買下書 帶家人住進去 幾天後 女主角的兄弟因為生病了 就把自己的兒子 克里夫 託給他們照顧一段時間 那這個克里夫嘛 身材好 頭腦聰明 體能也是一級棒 就像年輕版的男主角一樣 讓男主角對她贊喻有加 只是這就讓艾雪很不是滋味 因為她一直鍛鍊自己 想變得比老爸優秀 得到老爸的誇獎 可老爸卻從沒誇過她 現在又突然冒出一個 樣樣比她優秀的克里夫 讓她壓力山大 苦練的體育 一下就被克里夫超越 在學校裡 克里夫也是大受歡迎 上學第一天就交到女朋友 這還讓她怎麼活啊 總之住到新家的這幾天 男主角不停看著那三戶人類鄰居 心中也燃起可望已久的冒險慾望 因此她找來朋友附屬 計畫了一系列的偷竊活動 第一天晚上 他們留到阿基的農場 用安眠藥加藍莓迷魂看門口 迅速偷走一堆雞 雖然回程時 忘記想計畫突破電網 但沒差啦 他們靠著強大意志力 輕鬆就爬過電網逃走了 回家後 男主角還為了避免 被女主角發現 自己重操就業 就拿超市的標籤貼在機上 假裝是自己一大早去買的 第二天晚上 兩人來到阿爾的農場 有了前面的經驗後 這次更是流暢的 幹走了幾百隻鴨根鵝 第三天晚上 男主角認為克里夫的能力 可以有效協助她完成計畫 就帶她一起去阿平的釀酒場偷酒 潛入釀酒場後 他們遇到一隻兇狠的老鼠在保護酒場 雙方便呵呵啊啊打了起來 人多失蹤的主角們 就輕鬆幾倍老鼠 拿了一堆酒回家 另一邊 發現東西被狐狸偷走了農場主們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就決定去男主角家門口埋伏 等她一出門就打死她 隔天晚上 男主角又帶附屬出門偷東西時 就被農場主們偷襲 雖然她逃得快 可以把還是被射掉了 那之後男主角從操就業 又去偷東西的女主角 就氣噗噗的準備大罵她一頓 這時 農場主們的第二輪攻擊就來了 他們弄了一堆炸藥 打算把樹屋全炸了 幸好男主角在這危機關頭 想到可以挖洞逃走 才讓大家平安逃過一劫 事後 女主角就氣得賞了她一巴掌 不是說為了家庭 為了未來 不會再偷東西嗎 為什麼要說話 呵呵 同一時間 農場主們為了抓到該死的狐狸 就找來怪獸把樹屋周圍挖開 甚至拿出炸藥 把整個山丘炸品 再找來一堆人守住待兔 畢竟等狐狸肚子餓了 就一定會出來的嘛 發現情況不妙的男主角 只能帶家人繼續挖洞逃跑 也巧遇了 家人同樣被破壞 逃進地底的其他動物們 帶頭的歡就怒罵她 男主角聽完後 就靈光一閃想到一朝 馬上帶著部分人 直接挖地洞到農場下方 趁無人防備師 把雞啊 鴨啊 鵝啊 酒啊 能幹的東西全部趕走 再帶回地洞去 給其他動物們一起享用 解決了食物問題 而發現農場東西被幹光的農場主們 就不爽的決定來個水淹地洞 直接往洞裡拼命灌水 想淹死這些該死的動物 好險動物們運氣不錯 沒被大水淹死 反而被沖到一處有廣大空間的下水道裡 同時 男主角也注意到 艾曲和克里夫不見了耶 連忙大叫找人後 艾曲才緊張地跳出來告訴他說 爸爸 我剛剛跟克里夫潛入農場主家 想幫你把你的尾巴找回來 可是我們發現 你的尾巴竟然被農場主拿去當領帶了 我們還不小心被人類發現 結果克里夫被抓走了啦 這重大打擊 就讓男主角思考 是不是該去自首比較好 他也安慰艾曲說 其實你很棒 很高興有你這個兒子 我只希望你開心做自己就好 不需要什麼都跟我比 跟別人比哦 這時 老鼠突然跳出來 丟了一封信給他們 內容是農場主們 要男主角拿命來交換克里夫 老鼠還亦不作惡不休的 順便把艾曲也綁架走 男主角見撞 就和老鼠嗚嗚嗚嗚嗚嗚的打了起來 也輕鬆幹掉他 老鼠則在死前 把克里夫被關押的位置告訴他們 這就是後 鼠子將死其言也善 接著 男主角就想到一個救援計畫 首先 他寄了封信回去給農場主 相約10點時碰面交換人質 把所有人類拼過來 然後等時間一到 他就丟出一堆燃燒的松果製造混亂 再趁機搶走附近的機車 帶著副鼠和艾曲 下去無人看守 關押克里夫的工廠 只是一來 他們就遇到一隻有狂權病的看門狗 男主角就自告奮勇留下來對抗 讓副鼠跟艾曲去救援克里夫 艾曲也振作起來 不再因為身材狹小自卑 凡利用這點鑽進通風口裡 破壞鐵龍將呼救出來 男主角則是在一番激鬥後 甩掉了看門狗 成功跟他們會合 慘的是 發現被耍的農場主們 也帶大堆人馬殺了回來 將他們團團包圍 不斷開槍掃射他們 那為了證明自己的愛曲 就利用自己嬌小的身材 閃過一尾子彈 衝去放出那條看門狗 讓看門狗來對付人類 也把人類嚇得四處逃竄 看門狗還把農場主身上帶著的 尾巴領帶咬了下來 於是主角們就趁著混亂 拿回被咬爛的尾巴 開著車飛出工廠 順利擺脫這些人類 最後 超級不爽的農場主們 不過總有一天 狐狸一定會上來的 至於動物們嘛 則是全部在下水道安定下來 因為男主角發現了一條 能通往農場主們 開著商店的路線 只要等打養食就進去 食物什麼的就隨便啦 於是養食危機和居住問題 就全部解決了 大家就在地底下 過上了幸福快樂的生活 看完後我就在想 偷東西是不對的 千萬不要懸誒 年輕人啊 耗子為之啊